陈妻要告发西贵妃司通 灰烂后宫最不容忠 共贵森严 几个人不得信口雌黄 陈妻若有半句虚言 便将五雷轰顶永不超生 在这场瓜六告发甄嬛司通 安吉拉战队vs甄嬛战队的大戏中 我们看到了瓜六的蠢奔 好好地攻势摆到了眼前 他却带错了数 看到了安小鸟的狡诈 Q完了整个流程还能全身而退 看到了甄嬛临危不乱 硬是逆风翻盘将整盘棋给吓活了 也看到了每个编内人员的精彩辅助 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编外人物 那便是人颂外号甘露似铁剔的莫言 这个莫言究竟有多重要呢 可以说在这场大戏中 莫言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在帮甄嬛打消大胖局最后的疑虑 一别数年 娘娘手上的洞窗 冬日发作还厉害吗 莫言一上来就向甄嬛问安 并且关心环环手上的洞窗有没有复发 一来表明了自己是实打实的认识环环 而不像是静白一样 在来之前就打听好了 宫里都有哪些嫔妃 二来又告诉众人 自己清楚环环在甘露寺过的是什么日子 不然他也不会知道 环环手上有洞窗这回事 也正是因为莫言清楚环环在甘露寺的生活 所以莫言接下来说的话相当于铁证 贵妃在甘露寺要砍柴 洗衣做种种粗活 寒冬腊月 手还浸在河水之中 怎能不生洞窗 她若不做 静白便动辄打骂 贵妃时常病痛 还在下雪之际 被静白诬陷 偷了燕窝 赶去了凌云峰 几次差点活不下来 莫言这话说的不假 甄嬛身边的锦西与幻壁是人症 环环手上的洞窗便是物症 人症可以作假 洞窗这个物症却作不了假 因此当莫言说出 环环在甘露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之后 不仅让大胖菊心疼了一番 更是让大胖菊怀疑 静白这个证人所说的话 究竟有几分可信度 毕竟环环在甘露寺所受到的欺负 都是拜静白所赐 因此莫言将静白 磕待环环的情况说出来 众人只会认为静白狠毒 还是出家人 竟如此狠毒 要知道辛巴基是出了名的快言快语 在宫中谁不知道他有啥说啥 从不偏颇 因此辛巴基这话不仅仅是吐槽静白 更是让莫言说的话有了更大的说服力 静白如此狠毒 谁又知道他来宫中指认 环环与温太医私通 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这背后究竟有没有人指使他呢 然而不管莫言是一上来就向环环问好 还是揭开静白的真面目 顶多能证明环环在甘露寺过得不好 并不能证明环环和温太医是清白的 因此莫言又说 重点词 偏僻难行 常有狸猫出没 这凌云风到底有多难行 想当初环环设局要给腹中的胎儿找爹时 大胖局可是亲自盗过凌云风的 别的不说 就说那大长阶梯 瞧瞧大胖局这又是摔又是喘的 那路好不好走 大胖局他心里比谁都有数 再则 大胖局身边有人可以替他暗中办事 凌云风是不是常有狸猫出没 大胖局他要是想知道 他完全可以派身边的血滴子出去证实 正如莫言所说 要是环环真的与温太医有私情 环环何必要守在凌云风这种地方呢 温太医有车有房有编制 完全可以让环环过上好日子 暂且不说 就说温太医他医术了得 倘若他们真的有私情 温太医完全可以让环环吃下假死药 再来一招偷天换日 便可以让环环离开凌云风 这个苦寒之地 不管是改名换姓 金屋藏娇 还是远走高飞 只要他们真的想在一起 温太医是有这个能力做到的 这是温太医配的假死药 叫七日迷婚伞 曼陀罗花至上 服下之后啊 顿时就呼吸全无 如从死人一般 七日之后 他就能苏醒过来 想当年真远到一个小官 都能私藏罪臣之女 温太医真想藏一个 在外人看来已经死了的人 还能藏不住吗 因此当墨言将 缓缓在甘露四寿的苦说出来 并且揭开净摆 那恶毒的手段 道出凌云风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之后 大胖菊不仅感到愧疚 心中的那点疑虑也慢慢没了 以上在瓜六告发 缓缓与温太医私通这场戏 虽说墨言出场时间不长 戏份也不多 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对缓缓来说都是助力 不得不说甘露四铁蹄 实在是牛啊 几句话便帮缓缓将 安琪拉的菊给彻底破了 感谢观看